2024年的8月31日 今天是周六晚上有直播 今天主要聊聊柯文哲的事啊 你看从柯文哲被调查 或者被爆出来挪用政治现金 无论是做假账啊 还是购买办公室 扔在自己的名下等等 老王这一嘴都没提 这事闹了有一个月了吧 直到昨天柯文哲被检方带走的时候 我是一直在看台湾那几个媒体的直播 看到他被带走的时候真是笑了 笑什么呀 前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柯文哲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还在拍胸脯 让检方来带走我呀 你不是说我犯法了吗 再过两天啊 一语成谶是吧 被带走了 这种情况对于老王而言 我对台湾的政治我一直说我没那么了解 甚至很多的政治明星政治人物 我连名字都对不上 我只能说从中国大陆的视角来看待台湾 那么我看到柯文哲这种这种做法吧 或者这个做派就觉得特别眼熟 中国遍地都是这玩意儿 明明是自己错了 明明自己有问题 为了展示或者为了显示自己冤枉 显示自己的正义 你就是个拍胸脯啊 指贴发誓那我以人格保证你这种人太多了啊 到最后一看一个比一个烂 当然这么说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如果台湾当局给柯文哲 头上的帽子指控是什么卖台呀 叛国呀勾结中共啊 理通外国等等这些罪名 我可能会认为它是一种政治迫害 甚至有可能会当个合适佬 说两句公道话 但是从头到尾 你别看老王一直没说这事 但是我一直是盯着他 上周在会员群里喝小酒的时候 还和台湾的几位会员朋友闲聊 我说真的会上法庭的话 看看老王拿着大陆护照的游客 可不可以去做个旁听 甚至也和台湾的朋友闲聊啊 我说就柯文哲这种玩法 比如说做假账啊挪公款啊 拿着政治现金买个办公室 落在自己儿子名下 落在自己名下 就这种玩法 在贪官遍地的中国大陆而言 这都是贪官里面 智商严重不足的 连贪污都不会还能当官吗 你还能干点啥呀 贪污都贪的这么的 当时中国有句话叫做贼不妙 拿了一道 这是东北话 东北的一句俗语 啥意思呢 做贼抠大米 大米袋子是漏的 然后扛着这个漏的袋子 跑路 这不就是顺着米粒就找到你家了吗 这叫做贼不妙 拉了一道 柯文哲玩的不就是这样吗 中国对于贪腐而言 那是上下传承两千多年的能干的超级的干净 不然的话 中国那些高级官员怎么会豢养那么多的白手套啊 包括老王去推荐了几次的红色赌盘 红色轮盘 那本书的作者沈栋 讲的不就是自己给温家宝当白手套的过程吗 你看看好多事情做的那叫一个干净 明面上你连人名都对不上 甚至呢 有个叫什么远平的 当年在香港某上市企业当老大当股东的时候 他都改姓 他都叫王什么玩意儿 哎 明白了吧 你看柯文泽跟这些人一比 是不是就符合老王说的 连他妈贪污都搞不明白 你还能指望这种人干点啥呀 是吧 更何况 今天专门聊这事 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 看到柯文泽被检方带走 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好事 因为自从上次大选结束 很多朋友跟我聊说 柯文泽的支持者群体 以年轻人为主 以年轻人为主 甚至很多的小草 都是第一次参与选举 第一次拥有投票权力 第一次参与政治 这也是我说它是好事的原因 经历了这个事之后 最起码能让一部分或者大多数的年轻人 知道什么叫江湖险恶 知道什么叫人心叵测 上次老王去台湾 就是我在台北车站 外面角落有一个可以吸烟的地方 我坐在那抽烟的时候 麻雀呀 鸽子啊 真是台湾的这些鸟啊 它不怕人 就在我的旁边到处跑 然后停在我脚下在那看我 我拍了一张自拍 我当时说的就是 这台湾的鸟都不知道什么叫江湖险恶 不知道什么叫人心叵测 这要是在中国大陆这么心大的鸟找给吃了 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其实当时拍这张照片说这段话 现在还在我的油管社区里放着呢 也是在嘲讽很多的台湾人 台湾年轻人 真的是没经历过中国大陆的黑暗 生出来就在民主社会 不知道珍惜民主 不知道珍惜自由 也不知道参与政治 对于中国大陆人而言 那可是极其危险的 那是要掉脑袋的 甚至呢 在中国大陆地区 中国人民挂在嘴上的 奉为闺孽的东西是啥 不谈政治 连谈 那都是很令人恐惧的事情 就我说的这种情况 对于台湾人而言 简直就是天书一样 别说没听过 想他都没想过 他幻想不出来 没经历过的东西 所以我说他是好事 柯文哲这一把 欺骗也好 诈骗也好 自有台湾的法治来断定 到底他是否有罪 但是柯文哲这一个月的折腾 展露的那个嘴脸 最起码吧 咱说个更简单一点 在下一次台湾再开启大选的时候 这一部分年轻人 咱们不说他政治上会有多么的成熟 最起码在认知上一定会成熟很多 他们会认识到一个真理 就是政客这玩意儿 别管什么政体 别管哪个国家 那都是发情的猫 稍微盯不住 他们就会偷心 在台湾而言 别管是国民党民众党 还是现在的执政党民进党都一样 我们作为人民而言 特别台湾人民还有选票的 大家支持的是他们的观念 他们的立场 他们的价值观 但是同时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责任啊 就是盯紧他们的一举一动 发现他们稍微有越权的行为 越界的行为 人民而言 那就四个字 绝不容忍 法律而言 那也是四个字 绝不姑息 能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就是所谓的政治成熟 因为这也是民主社会 民主机制赋予人民的一个权利 也是民主体制 能够拥有强大的纠错能力的 一个力量源泉 就是人民 就是监督 就是盯着 那你稍微盯不住 有养猫的朋友吧 那你家的猫要是没经过阉割的话 别管公猫母猫 只要是一开村一发行 那盯不住 真是啊 深有感触吧 是吧 老王的比喻都特别的粗俗 是吧 但是特别的形象 因为执政党也好 政客也好 官员也好 他们的权力来源是人民的让渡 不是赋予也不是授权 是让渡人民拿出自己应有的权利 天赋的权利 给到政府 给到官员 让他们去行使 那么官员得到了人民让渡的权力之后呢 他的责任和义务就是用这份权力去为人民谋福利 去为人民的利益着想 所以在任何国家 不是 所以在民主国家 不是在任何国家 在中国 那你别说一个柯文泽 甚至以前啊 每次什么新加坡呀 日本啊 台湾啊 有点官员腐败的案件爆出来 老王一贯是秉承着嘲讽嘲笑的心态 你看看 哎呦 新加坡抓这个官啊 当了八年官 那么大的官 才贪了两千多美元 哎呦 就被抓了 这要是在中国算个事吗 是吧 一个城管 一个交警 一天贪的也比这个多呀 甚至在中国随便抓一个街道办主任 都别说抓村长 柯文哲贪的 这叫钱 所以老王前面开篇嘲讽他 你也会贪钱 你也配当贪官 咱说个最简单的 中国2024年上半年 中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反腐成绩单显示 今年上半年中国纪检监察机关光立案的案件就是40万零5000多件 40万啊 你们台湾才多少官啊 光省部级的官员今年上半年就立案批捕了41个 台湾行吗 抓得着这么多贪官吗 是吧 按照中国的逻辑 贪官抓的越多 越能证明中国的官场越连接 台湾老乡听着是不是就跟笑话一样啊 所以这次老王没有直接用这种方式去玩笑去嘲讽 也是越来越了解或者对台湾越来越关注之后 我觉得抓一个柯文泽或者柯文泽的所作所为吧 如果之后在诸多的证据面前被法院正式宣判 我觉得还会有有一个我直觉能看到的场面 还是说回到柯文泽的现在的支持者 这群年轻人90后10后甚至00后这个群体 随着他们的政治成熟 随着他们的年纪和社会经验的增加 那么台湾的未来一定会有一天交到他们手上 所以我直觉里面能看到的场面就是 在某一届台湾的大选结束后 新上任的台湾总统会甚至会感谢柯文泽 让他更加的成熟 让他看清了政治的肮脏 让他这个有点有点幻想了 有点幻想了 好吧 今天反正是周六嘛 晚上还有直播 关于乌克兰啊 中国啊 其他的事情 咱们就留到晚上聊吧 就这么着 万万回家吧 享受跟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 毕竟他too young too simple 哈哈哈哈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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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